很快韩石节就要到来了 韩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恰处春季大地万物勃发 在东北地区许多十粒野菜正是鲜嫩的时候 按照东北的吃法常常是以蘸酱菜为主 今天小新就邀请到一位大厨 为大家展示一下东北韩石节的吃法 哈喽林厨 您好 您好 今天就麻烦您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东北的韩石节都吃什么 好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制作方法 这是我们斩洗干净 请泡过的婆婆丁 接下来我们挤干 轻轻挤一下 挤干水分 放入容器中备用 现在我们开始调一个小料汁 10克的花生油 接下来我们用锅烧热 用锅烧热把蒜蓉跟腊油段放在一起烧热 焦香 试发出这道菜的香味 15克的白糖 高里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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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克的陈醋 高里头 8克的一品线 高里头 3克的食盐 3克的食盐 5克的味精 高里头 这是灵魂啊 高里头 我们轻轻抓拌 不要使劲抓 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赤嫩芽煎笨鸡蛋 现在我们做锅烧水 焯制2-3分钟 放入5克盐 7克味粉 味粉是味精吗 对 味精 加入切好的小葱花 切好一厘米的赤嫩芽小丁 焖油炸香 把鸡蛋 小火慢煎 下一道菜 凌厨咱们做什么 用老扇钱给大家制作一道美食 蔬菜碗 放入7克的食盐 5克的味精 少少许鸡这提鲜 用我们的低级面粉 撒肉里边 像挂一个薄薄的糊 撒肉一颗奔鸡蛋 不用使劲抓自己在家做 放入少许的鸡翅粉 这道菜我们还是凉拌吗 蘸酱 直接蘸酱 直接炸一个鸡蛋酱 林初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传统中 咱们这个韩式节是不可以开火的 然后今天咱们带来四道菜 是不是可以稍微搁置时间长一些呢 对 比如说咱们的蘸酱菜 还有咱们的婆婆丁 两半都可以放置时间 比别的菜品要长 嗯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品尝的环节 我先替大家试一下吧 吃嫩牙和鸡蛋的融合 还是很鲜的 初给我们带来这个方法 没有婆婆丁 那个苦涩感 尝起的味道特别的清爽 我刚才品尝完四道菜 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 用东北话来说非常嘎嘎的 然后希望在韩式节的时候 它们也能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感受一下我们东北的味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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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